我們在各位來談說 現在全台灣最精彩的財經新聞就是 星光晶的股權大戰 現在公司派的吳東慶 他是無火師的長子 等於說是敵長子 本來掌握了整個星光晶後 可是沒有想到 他現在被小股東 被他的弟弟 帶隊來反彈 反彈以後 他可能會痛失江山 為什麼痛失江山 是因為 經營績效真的太差了 在所有金控股裡面 以前他比王永信還有錢 以前他是全台灣第二大財團 以前他是跟國泰比肩的一個 他該有的產業有 他有人壽有 他有百貨有 他什麼都有 他所有特許行業都有 他是一個非常賺錢的公司 結果今年 居然連股利股息都發不出來 連你的特別股的利息也發不出來 就把整個全部的人惹毛了 惹毛了以後 出現這個基因權大戰 那大家講說 你到底有多糟糕 你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你只會把星光晶的股東都惹毛了 本來我也是外行人 我看了這個以後 我就懂了 這是全台灣最精華的區域裡面 全台灣對價最執行的區域裡面 在這個地方 A8 A10 A12 A9 A11 A13 這個地方就是 現在你看到的星光百貨 星光百貨裡面 本來都是星光的地 可是他居然因為賠錢 把這麼執行的地 一個一個賣掉 而且賣給誰 賣給他的對手 富邦 對為什麼大家對於這個星光晶的經營技巧 真的相當沒辦法接受 我們只要講了 現在全台灣最精華的地 就是信義計劃區 那信義計劃區來說的話你知道 在最早最早 這個吳東晶剛剛接星光晶的時候 那在信義計劃區那時候 他們有1.5萬坪的土地 1.5萬坪 是第一名 對 那第二名 信義計劃區 第二名是國泰人壽 大概1萬坪左右 那當時的富邦人壽還不在這個排行榜之內 可是你知道以現在來說的話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變成是富邦人壽 那第二名是國泰人壽 星光晶被擠到第三名去了 而且星光晶很多 這個富邦晶的很多土地人 是星光晶賣給他的 所以大家看到自己的畫面 你也講到 一樣人家富邦晶 人家蔡文財家族 拿的是最少的 從產險發跡到現在為止 人家居然把你的 這個信義計劃區的黃金的地段給搶過來 結果你還輸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都無法接受的局面 主要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們這個裡面地有多少 你看A4是他們的 A8是他們的 A9是他們的 A11是他們的 A12是他們的 E2是他們的 我跟他講 略微如果我們用這樣來 我們來畫幾個來說 A4在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說像A8在這個地方 然後A9在這個地方 A11這個 目前星光晶也不是有五個管嗎 A14D上選不是他們的 然後A12這個地方 現在不是在蓋成這個寒色艾梅酒店 那是他們的 另外還有E2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 台北新光曼哈頓的世貿道 這幾個土地都是他們的 他就在裝進入出口那個地方 對 這幾個 而且這個是在信義計劃區裡面 我跟你講 在敦化北路上面 還有很多星光的這個土地 星光的土地在台北市是最多最多 它可以跟紅太極團相比 就變成你那麼多土地 結果你知道 一塊一塊一塊賣 對 現在都賣掉 你看我跟你們講 2000如果大家記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最早最早的時候 A11來到這個西伊計劃區的時候 當時旁邊還很多田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居然能夠 早那麼早就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發展起來 所以顯現無加入 或者無我士 他們的確是很厲害 高手 就我們講吳東慶接手的時候 那開始賣 那2009年的時候 他把這個A11把它賣掉 A11把它賣掉 你知道A11為什麼要賣掉 因為很簡單 因為當年 我就講2008、09年金融海嘯 結果那時候吳東慶 他就說 我們要引進這個新的這個觀念 所以200 有沒有台灣最早最早 去海外踩到這個大 大地雷的就是吳東慶 他就去國外買了很多 去買一些什麼海外的公司 買海外的這個可轉載商品 結果虧了屁股 虧了好幾百億 結果虧了重創 2008、09年重創 虧了200億 200億那怎麼辦 就把A11賣掉 你只能夠賣A11 這是你唯一能夠賣 不然你可能當時會有倒閉的危險 所以就賣 賣給誰 富邦人壽 好 那緊接著來 2015年又再賣一次 他這次賣的是誰 他這次賣A8 把A8賣掉 A8都賣了 你看A11跟A8 這兩塊D把它賣掉 好漂亮的 然後都賣給了富邦 那為什麼賣給富邦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們那一年我們曾經在節目上講過 吳東進來他去買了宏達電 慘虧50億元 所以因為這樣 你知道這件事情被金管會罰他 為什麼罰他 因為你知道他 為什麼會去買宏達電 這完全是吳東進自己一個人的所謂 他在一個餐會上面 他就說聽到這個王學友那邊說 這個宏達電很讚 他就覺得 回去之後他就覺得說 我們要支持國產的這個手機公司 下令他的席下公司 完全去買這個所謂這個宏達電的股票 結果那下面人跟他說 不行啊 我們要寫報告啊 他說不管啊 反正就只要買下去了 結果買了之後 買了 那他完全都套在1300塊以上 1000多塊以上 然後買了60億啊 結果沒想到 買了沒多久之後 股價就一路往下跌 最低還跌到20幾塊 他被迫在50塊以下 全部賣光光 賣光光就虧了50億嘛 所以就是因為 這完全後來 這個金黃會就說 你這個內控有問題 你怎麼能夠 你說什麼就是投資什麼 這樣不對啊 所以他因為這樣 又賣出了A8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賣掉A11跟A8這兩棟 其實新款法來就已經 大家都已經沒辦法接受 你怎麼去賣這個東西呢 如果現在放到現在為止來說 你新款怎麼會淪落這樣 所以我才跟他講 為什麼大家不爽 因為吳東慶的金融教 真的相當的有待 而且你剛剛講 你要看到一個城市的建築 或者一個城市的發展 要看什麼 看它的天際線 看它的高樓 你知道台灣本來最高的大樓 是什麼 是星光摩天大樓 結果什麼 現在你看到 現在信義計畫區 也都要蓋大樓 也要拼天際線 對 沒有一個是星光的 沒有一個是星光的 現在都是富邦啦 南山啦 這樣你把它霸佔住 所以你知道 現在整個這個壽險版圖 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也見證了什麼 星光金的這個殞落 那為什麼星光金有殞落成這樣 因為很簡單 因為第一個 他們的四兄弟 我們必須講 其實他們四兄弟 如果有吳東慶 吳東升 吳東血 吳東亮來說的話 其實最有才幹 憑心而論 外界評價最高 就是吳東亮 因為為什麼 因為吳東亮的確 因為他當初的 他們四兄弟分架的時候 吳東亮其實拿到的東西 非常少 大家出來創了這個星光金之後 台信金 台信金之後 有贏 這個有生有生 所以人家就說 其實他才是經營金融業的一把手 據說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哥哥 他說 老爸培養我 就是培養我做金融的 不是你 對 如果你吳東亮跟吳東進 角出的成績來說 吳東亮的確是一把手 那為什麼他會被困住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之前捲入跟張穎在那邊 糕糕地 他被泡了兩三百億在那個地方 所以沒辦法動 那為什麼現在可以動了 因為他現在跟張穎的問題 已經解決了 他現在要回過頭來用這個錢 跟這個星光金 他要重新再次扣官要吃下星光金 所以呢 為什麼這一次吳東亮會跟紅四起結合 差異 因為我們那 紅四起叫紅文洞的 對 因為我們那三年改選一次 如果今年沒有改選的話 又要等到三年 那他們拿瘦的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說 現在整個市場賣是幾乎是 整個市場賣看起來是來勢洶 務必要在這一次搬下吳東進 而且剛才講到 這一次為什麼今天小散戶都惹毛了 看不看他在股學分居表面 其實是星光集團裡面 百分之五十是散戶 對 那你散戶基本上的心情就是 公司穩定嘛 不要鬧嘛 不要鬧事情最好嘛 可是現在剛才講的 現在號稱說他拿到了三大的通路 拿到三大委託書通路裡面 在散戶裡面 他居然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散戶的支持 對 那為什麼散戶要支持市場派 我鬥沒條啊 全部的金融公司都有分股利股息 結果我去投資你星光 我什麼都沒有 我跟他講啦 這幾年來說 我賠了股價 我連利息都沒有 你還付了錢出去 為什麼這樣說 讓我們到散戶裡面來說 在整個這個星光的股份裡面來說的話 吳東進是佔了十一趴啦 然後另外一個 市場派目前是佔九趴啦 所以事實上他們最重點 就是在於散戶這五十趴 那五十趴為什麼散戶要導向誰 一定要導向這個所謂的這個改革派 因為他運動沒條 為什麼散戶會那麼多 因為股價很爛 股價很爛 人家散戶都喜歡買低價股 所以他們不會去買國泰金 他們買了一堆星光金 結果買星光金以為說 你會有一天 我跟你講 大家看到星光金這麼多土地 大家都覺得他很值錢 沒有一個人覺得他不值錢 我覺得看到這個表 我從小在台北長大 你知道星光是 泰山北一種很有錢的 以前那個大台幣瓦斯 那個大台幣瓦斯媽媽 還每個月來我們家收 收那個瓦斯貝 我跟你講 你走到台北哪一個商區裡面 很多大樓值錢的都是星光 你台北火車站 台北人就有很強的感覺 火車站的星光三月大樓 那另外星期金化區裡面 有多少是星光三月的 敦北商區 每一個商區都是這樣 所以一般人都覺得說 這個 高價八塊 這怎麼會不會賣錢 結果八塊又落到四塊 當然受不了 那其實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思 這是商周整理出來的 這所謂比較淺一點的 就是發給你的現金 那比較黑一點的就是說 我還給你要現金 因為我公司營運不好 我要給你增資 結果你看 他給你 他給你比較少 那跟你要的還比較多 那你看人家兩家公司 都差很多嘛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這些小股東 在這一次完全會氣炸 因為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個機會 而且你知道 我覺得吳東進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每一次在股東會上面 他也不跟你溝通 那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看過股東會 我覺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 你從台下拍上去 你是看不到他臉的 你為什麼他前面都放一個非常大的花盆 把他完全擋住 不讓人家看他的臉 他也不跟你溝通 他也不跟你講 所以人家會說 為什麼有人說他很盧就是這樣 就說你跟你講什麼 你也不要聽 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這個營運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你就是太自以為是 你長期不好彩彩 我跟你講 台灣這個彩彩的故事真的太好聽了 台塑有台塑的故事 星光經剛剛講的 待會兒 玉峰會講 全台灣被綁架的這個家族裡面 星光是最多的 然後呢 星光的等於說家族的內鬥 也是最精彩的 我跟你講寶傑哥 事實上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星光可以說是我們台灣的三星集團 什麼意思 你人這一輩子都不會脫離星光 譬如以我家來講 我大台北瓦斯 我是他客戶 對 然後那個星光三月我是會員 然後星光保全我家也有 我光是我家就有一大堆 就至少有三個跟他生活在 他家很可怕在哪裡知道嗎 台灣最賺錢的現金流 他都有 對 所以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照理說 台灣的三星集團 那應該是做得非常瘋瘋火火 應該是 就是做的業績非常好 那也緊尼 逼不如緊尼 他們現在我那天看了一個數字 但我不確定 就是說他現在的整個市值 好像只有富邦跟國泰 大概不到他二分之一 大概零三分之一都沒有 就是少了那麼多 就代表著你不進則退 就是他爸說的那一句話 維持現狀即是落伍 對 但是我們昨天也稍微討論過 他過去這三十年來 你說說他踩了幾大地雷 2008年的一個金融海嘯地雷 投資宏達的地雷 但是他家大到倒不了啊 他只是透過不斷地賣地 不斷地賣地 他投資相關錯誤二三十年 但是他光是透過賣地這件事情 他還是一樣可以活到現在 所以你就知道他家底有多厚 但他們這個家庭跟其他人 所以他以前真的比王永慶還有錢 我光看他從 你看他賣那麼多地 你就知道他真的比王永慶還有錢 然後但是你知道 你講到王永慶 這真的凸顯出 為什麼台塑集團王家 到目前為止 人家還是非常的 就是一方之霸 不像是這個星光現在已經有一點 就是往下滑 已經沒有其日的光輝 因為人不去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啊 我光舉個例子 台塑集團我之前有講過 他們會譬如說 為了打政府關係 你是情報局退下來的 你是調查局退下來的 我會三井四拜託 把你找來我家集團幹嘛呢 當我的門神啊 所以照理來說 你找來的政府 以前曾經在政府服務過的一些 財經部會的首長來到這邊 那很多人就希望借用他們政府的一些相關人脈 或是他們的經驗或是他們的關係嘛 那像李季書就是一個被他爸爸網羅來 就覺得是很重要很棒的人才 就沒有想到跟他們的前情竟然發生了 兩個女人戰爭 大概有長達四五年的時間 兩個女人不斷放話 公正財經百面啊 然後大家都想說 所以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不知道他們家的公司治理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像這樣子的畫面 這樣的場面 真的是過往很少在媒體上曝光 不太可能 爸爸用重金聘過來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人 結果後來卻發根千金 幾次在媒體上隔空放話 到最後結果 這邊辭了 結果他爸爸又把他網羅到另外一個事業底面 當副董事長 所以你就知道光從這幾件事情 剛提到商周的那個標題就寫得非常重要 不聆聽的代價 他們家族在經營館裡面 確實有呈現這樣子獨特的風格 董事長 本來公司派信心滿賣 因為公司派先幹嘛 先把星光百貨給掌握在手裡面 把星光百貨掌握在手裡面 我問你頭懂了 你擋不了我了 可是為什麼 這關鍵我第一次學到 原來台灣有民間通路 有三大委託書商 全通 長榮 聯州 這三家很厲害嗎 這三家現在據說全部導向市場派 導向市場派之後 居然把散戶的很多的委託書 都收集過來了 一般散戶的委託書 這三家收的話 大概在委託書發出來 一個禮拜之內全部收完 效率非常高 大家收委託書的效率 可以高達到八成到九成 這麼厲害 所以你如果說百分之五十是散戶的話 他們應該可以收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這四十的股權 如果說我都說股權集中在某一個對象身上 如果他這些所謂的法人的或是個別的 單一大股東有七趴的話 那就贏啊 市場派就贏了 不要談啊 因為四十七趴 所以吳東靖很緊張啊 吳東靖才跑去金管會說 你好好管管那個吳東亮啊 跟吳東亮沒有關係啊 跟誰都沒有關係啊 因為今天如果說 今天要這個金管會要介入的話 這三個這三大通路商 不難動 就不會去支持市場派嘛 這很簡單 就表示吳東靖不夠力了嘛 吳東靖的力量已經衰退了嘛 你現在跟金管會講有什麼用 你背後有誰嘛 你背後有沒有立委嘛 你背後有沒有阿扁嘛 有沒有拋我嘛 對不對 他有沒有蘇貞昌嘛 這才是核心問題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的話 吳東靖輸掉了嘛 但實際上到投帥才知道結果了 因為百族之從死而不僵 那他們家族的傳統 從五火師走掉以後 他們的傳統就是交叉持股 他們就用新光的 不同的關係企業用交叉持股 因為他們的股權都不夠 大股東 台灣的大財團的股權 都不夠的 都要跟個別的銀行一指而實 你跟我抵押股權 我跟你抵押股票 所以他們單一股東都不夠 那吳東靖這個個性來講的話 是一個非常小氣的個性的人 我聽過他的 我聽過他的很核心的幹部告訴過我 他在當時 譬如說舉例上 他在管這個新光醫院 新光醫院是他管的 他連新光醫院換那個喇叭鎖的鎖 都他要決定 一個鎖譬如說三十塊台幣對不對 他不行 他要選擇哪一個 就是他決定 他連那個鎖頭要換他都決定的人 所以他巨細民遺 那這種人怎麼可能管這種 這種千億的事業 不可能的 所以他的失敗 是必然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下船 在這裡 777uy 不玩 月 테就好